谢谢小明星们 你们都吃了吗 没有啊 没有没关系 打明儿请你们吃饭 今天有重要的消息向大家宣布 有我们公司联合两家公司 共同推出的公益演出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跟你说这个演出可太重要了 我们公司的联合的公司 那可是不是一般的公司 富宏集团 大伙都值得吧 咱们家吃的那个富宏大豆油 还喝的富宏矿泉水 那都是人家集团生产的 人家集团为我举办的这个晚会 投资 给的钱 我大姐夫所在的物业公司 出的是地方 就在我们小区的广场 我们公司 我负责联系 不是 我是总导演 电方邻居们 我跟你说 我这个创意可太新颖了 那个走红地毯 大伙都知道吧 那每次那 每个演员的明星大腕 咋咄咄咄咄咄他 今天呢 不要他们 不带他们玩 我的创意是 咱们街坊邻居们 以家庭为主 大家都盛装出席 都穿上过年的衣服 咱们也嘚瑟嘚瑟 好不好 一定要盛装 这白虎啥呢 我挠眼 你这晚会准备好没有啊 什么叫白虎 我通知大家伙 一会儿参加活动 走红地毯盛装出席 对对对 街坊邻居们啊 晚上都要盛装 一定要盛装 大姐哥 你穿啥呀一会儿 我这身衣服不够盛装吗 你就剩下装了你 我记得你有一件 那个粉红色的西装 对啊 你这样 你把那身西装给我 我穿着粉红色的 我就特别好看 没谁了 你要借我的啊 拉倒吧 你要穿上我的 你不把我比霉了吗 你这么对吧 你还是傻也别穿了 哎呀 等会儿 等会儿 什么叫我傻也别穿呢 我裸奔的 我的意思是 你长得好看呀 你穿什么不重要啊 主要是咱们全家 对对对 咱们全家这个档次 赶紧回去看看 看看检查检查 服装一定要进度 是吧 我回来了 哎呀 来吧 音乐 起 好 哎哎哎哎哎 好 那个 二位姐夫 好 我这造型怎么样 你还别说 年轻啊 穿啥都好 这叫天生丽质 小土豆子会说话 该我该我该你了 来来来 你代替导演 来来来 来 音乐 刚才你说咱家小米 就是天生丽质 那我呢 我媳妇是国色天香啊 你还别说 那个二米啊 确实香 你这喷了多少香水啊 用米管的 不是 大姐夫 看椅子下了 等着啊 看我了啊 来吧 大米准备好没有 音乐 来 音乐停 音乐停 怎么的 这是什么情况啊 大姐呀 你这是大白菜帮子成精了 你是这被 被降落伞乱家了 是咋的啊 你干啥 这样显着我妖戏 是不是 大姐 不是我说你穿衣服 一点品味都没有 你说你哪有穿这样的长裙 还是穿个裙撑的 就是 你是去走路卡车 你还是去丢人现眼 小米 你瞎说啥呀 我妈在我心中最好看 就是 大姐吗 你说我大姐是最好看吗 你大姐在我心目中 就是最美的女人 好吧 一会儿 一会儿跳伞的时候 注意点安全 别说风脸话啊 我觉得大姐是最支持我工作的 最好看 二人说的有道理 最难看的就是赵刚的 二人说的没有道理 我爸妈在我心中最帅了 最帅了最帅了 我给你说 咱们全家都挺好的 我最担心的就是咱爸咱妈 对对对 好不好 来热烈的掌声 激情的音乐 有请我爸我妈 好 停停停停 大妈呀 你俩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平常穿啥你就穿啥呀 这也不行啊 这个 二姑爷 这不挺好的吗 你看 哪好啊 爸妈 咱们是往红毯上走 不是让你俩离家出走 你穿这行吗 是吧 大妈呀 我觉得二米说的有道理 你俩穿的稍微有点素了 对吧 你看 你们俩这一黑一白的不好看 对 大妈呀 我知道今天这个场面是盛装出行 不过我和你爸岁数大了 你说你们年轻人吧 穿啥啥好看 再说了 俺老两口子也没那份心思了 还听你妈瞎白了 啊 她说话就是嘴不对心 啊 我告诉你师父 哎 就昨天呢 她听说要走红利塔那消息 哎呀把她兴奋坏了 是吧 哎呀 这很压子就一熊啊 翻箱倒棍的 把她认为那个好看的衣服 全打出来了 啊 掏上一件 崩开线了 又掏一件 啊 崩开线了 最后终于找到一件 没崩开线的 穿这个 把拉锁头好下来了 哎呀 你可别埋对我了 人家我是给我大姑娘 找件漂亮衣服 哎呀 你就说你找不着合适的穿 你就得了 你看你整的把我拐的 这档次都下去 哎呀 我自己听了 大姐说 哎呀 我早就想到了 行动 来吧 来 把我准备的衣服拿出来 来 哎呀 我早就准备好了 来呀 哎呀 你穿那个 哎 这是 爸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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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您老人家准备的 哎呀 这才叫衣服的 哈哈 你看 哎呀妈呀 这特红特红特红的衣服 我可穿不出去 哎 妈 你看这红色多正啊 趁您脸色显白显年轻 对 妈 多高雅啊 这多漂亮啊 妈 我跟你说啊 主要是心理的障碍 对 年龄大不是个问题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老要张狂 少要稳 对 对对对 不行不行 这这衣服我真穿不出去 我可不能穿 哎呀妈 我跟你说 这这衣服可是国产名牌 你要不穿不白瞎了 不是 老伴啊 咱们得自信 总得把自己想象成一朵鲜花 哎 你别老把你自己当磁花 哈哈 我可没你后面没 妈呀 你咋这样呢 哎 钱人发哎 咋办 来买了吧 来来来来来 啊 哎呀 怎么的 小大姐夫 啊 甘想想招 你快快退呀 撒来撒来的 快点快点 哎 你怎么挨撒来的 这不是连我挨吗 咱家里只要一出现困难你 哎 肯定就是你解决啊 我跟你说我也会 哎 你挨完你行吗 当然行了 今晚来你们你看着 我有办法 妈呀 你看这衣裳啊 我给你买一袋 两千多块钱的 你说你要不穿 当小辈的也不能强迫你 是吧 行了 扔了他吧 对 扔了他 拿回来 哎呀妈呀 这么贵呀 两千多块钱呐 你看他舍不得了吧 那我也不穿 你愿意扔 扔吧 哎 哎 这 我觉得你们穿上这一身啊挺好看的 啊 没啥问题 因为咱们范米丽啊是一个整体 对吧 所以风格一定要统一 对 我决定啊 咱们这次出席啊 咱们服装全部换了 就以妈这个服装的风格为基准 哎 这怎么好啊 行不行吗 行 哎 什么行 什么主意 什么主意 别吵吵 行不行 行 行 行动 啊 啊 这事就靠你啊 做起 哎呀 我说老头子 还是我大姑娘 对 他就了解我的心 是哎 这回你就放心了 啊 要求全家都照你这样看起 对 你看这多自然啊 哎 好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预备 奏乐 停停停 哎呀 我说孩子 你们这是啥意思啊 这无意思就是为了跟你配套 啊 妈 是这样的 哎呀 你这样一个情况 你听我跟你说 妈你看 我们这不是为了体现劳动的美吗 对 跟您在一起 这不是配上了吗 对 因为您这穿的衣服 就是平时做饭的时候穿的衣服 对 不是孩子 我这上班的衣服 我也就穿上了 你们这不是比你妈妈的吗 哎呀 你就别装了 行不行啊 我敢说 你现在心里 巴不得的 穿上那条红裙子 是吧 就表面故意拿个样 就要这股劲 你跟谁较劲呢 你非得让孩子们跪下求你啊 不是妈 那 你就换上吧 我不穿 我不穿 把他整后边的给他套上 哎 来呀 孩子们 哎 哎呀 爸 孩子们打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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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穿上 来来来来来 爸 我不能跟他 你穿上穿 你穿上 哎呀 哎呀 穿上就是 你看看 穿上就好看 哎呀 你看看 哈哈 谢谢啊 哎 你别说 爸 你还真是了解我妈 哎就得这么干 我跟你说 是否 哎 我发现 我发现真正了解你妈的啊 还是你 怎么生活呢 想当年我跟你妈结婚的时候 嗯 你妈就想着能在婚礼上穿上一条红色的连衣裙 哦 你给妈买一件了 我答应她了 我就上商店了 到你一看那个裙子那个漂亮啊 我钱不够 我买不起啊 哎 没有办法啊 我就回我们剧团啊 找那个小乔 就先在咱后楼住的那个老乔太太 乔阿姨 我把她的那件红色连衣裙借来了啊 结果你妈看见高兴的就往身上喘呢 啊 没喘进去 咋在那里 收 哎 那你给我打太胖了 哎呀 在婚礼上没让你妈穿上那件红色的连衣裙啊 到今天都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了 爸 那您后来咋不给她买一件呢 对呀 我总账了给她买 可能是她打那件事以后心里也有疙瘩了 就不让我提这个红字 我前两天都过生日我给买条红裤腰带 啊 死货都不计 我问啥呢 这样 哎呀 我估计啊 他人生最重要的时候没穿上 对 他心里记疙瘩了 顺风啊 哎 如果你今天能让他穿上这件红连衣裙 哎 也算圆了我的一个梦 我欠你妈了 你放心吧爸 有我和大姐夫呢 一定让妈穿上 你放心吧 小米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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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开家庭会议呢 啊 你出去 那个 今天晚上你们公司不办活动吗 啊 以家庭为单位走红毯 对我是总导演 那个我行事 小米恋一个人走多没意思啊 我来跟他配个对 哦 那个为了能够和小米恋配对成功 我送你总导演一桶富红大道友 哎呀 哎呀 大姐夫 啊 看这边 给总导演送礼来了 行了 你不过这儿 你回去吧 好嘞 哎 哎呦 还我了 你来晚了 人家田奔奔早就报名了 人家田奔奔跟小米恋是一对 二姑父 咋的 你放心 啊 田奔奔头半夜指定是来不了了 为啥 我把人家水管的全摆坏了 刚给他打完电话 他在人家呀 修水管的呢 哈哈哈哈 哎 哎呦 你这小子 啊 你怎么这么损呢你啊 就你这样人多了 还不得把我们物业累死啊 大姑父 你看你 我又没让你去 你还让我去 你去一边子去你 大爷爷 去一边子去 二姑父 大姑父 啊 大爷爷 我跟你们说点事啊 说个有意思的事啊 刚才我一出门 碰见咱后楼那老乔太冷 啊 乔阿姨 穿一身红裙子 啊 哎呦我的妈呀 弄大色的穿红裙子 啊 像那种西红色顿里边 爬出来的似的 哈哈哈哈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呀 哎呦 哎呦 你干啥的咋的了吗 没听他说吗 像从烂色顿爬出来的似的 我不想 别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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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啥了你 我说好不容易去妈把这条裙子穿上了你你张嘴 口心不是多少心我把你打成烂瘦子 你再想想 马上千 你过来啊 你阿啥 你马上回看啊 你翻奶奶 穿上这红裙子好看不好看 不好看 什么人 好看好看好看 好看 你过来吧 我告诉你啊 你再说点别的我就削掉你的大牙你信不信 马上千 你过来 你刚才在后楼看见乔阿姨 你什么感觉当时 感觉特别美丽 感觉特别美丽对 对 乔阿姨过来 乔阿姨穿上那身红裙子 你爷爷看见以后什么感觉 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你别见没有 说明天穿上这好看 对 对啊 妈 哎 妈 哎 妈 哎 妈 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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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别乱啊 现在不要乱 哎 往往线你 你 你 真笑 我想想办法 现在必须得想招 对对对 这么着 哎 哎 哎 明白吗 这个注意好 还行 这个 那个 是这样的 啊 咱们 楼后边那个老乔阿姨啊 啊 那个气质 能跟咱妈比吗 比不了 哎呀 老乔阿姨凭什么穿红裙子 有咱妈的风采吗 没有 我跟你说 其实你妈穿上比她漂亮多了 她现在就是亲虚了 没有气势了 在老乔太太的面前 不敢亮剑了 此话差一点 我妈那小当年也是剧团的角啊 对 对的 老乔太太咱们可能跟咱妈比 对 咱妈什么条件啊 咱妈那个头 都 咱妈那形象 好 咱妈那尊贼 往 往 现在最重要的啊 是咱妈呀 有点怕乔阿姨了 是吧 她不敢跟乔阿姨比了 对不对 对对 哎呀呀呀 那这下完了 那你说以后啊 咱妈要再见着老乔太太 那是不是就得绕那儿走了 哎呀 哎呀 玩哟 玩哟 孩子们 你们还变一句 养一句 跟我玩这个套路 本老太太 从今天起 我就穿这身来 和那老乔太太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现在条件好了 而你们都孝顺我 我愿意咋美就咋美 我爱咋浪就咋浪 我想咋得瑟就咋得瑟 谁也管不 找 你算是活明白了 妈 其实我们做儿女的 心里边想的就是希望你们 能够年轻 能够健康 走红地毯的时间可快到了 妈 你老人家下命令吧 好 孩子们 平起胸 打起十二分精神 全家出去 得瑟咯 你干什么啊 小米铃 太好了 他们逗走了 咱俩大家待着呗 我待你干什么 我待你 你个烂柿子 你给我看家吧 你 哎 小米铃 说好了是吗 不跟我走是吗 行啊 我跟富宏 大宝有走 好 小米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